电视剧《平凡的荣耀》正在热播 剧中赵岸廷饰演的无科知是 曲总的得力干将 只不过他这个人不愿意随波逐流 更不愿意去和别人应酬浪费时间 所以无科知就被公司边缘化 但他的个人能力是无庸置疑的 如果不是无科知有价值 恐怕曲总早就把他开除了 正在无科知忙得敲头烂额的时候 孙一秋直接封降到无科知的四组部门 无科知对孙一秋毫无兴趣 因为孙一秋什么都不会 就是因为地地道道的职场小白 无科知更是直接问你妈是谁 为什么会把你弄进来 不明所以的无科知找到人事部 人事部只说听上级的安排 实际上孙一秋应该是被曲总安排进来的 而孙一秋的父母应该是早年对曲总有帮助 所以孙一秋母亲用人情帮儿自进公司 希望孙一秋能够有个正经工作 毕竟这副剧较平凡的荣耀 如果孙一秋真的有强硬的后台 也就无法突出剧名了 出落职场的孙一秋什么都不会 好几次搬出时被无科知骂的狗血淋头 孙一秋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他抱着一颗不会就学的态度 求无科知给活干 无科知明白职场如战场 稍有不振就会全军覆没 所以他希望孙一秋能够至难而退 早点离开这个适非之地 毕竟投资公司竞争比较激烈 像孙一秋这样的小白 怎么可能会生存下来 随着孙一秋踏踏实实的做事态度 获得了无科知对他的好感 可无科知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 表面上依然对孙一秋骂骂咧咧的 实际上也在教孙一秋如何做事 本来无科知对孙一秋不抱任何希望 只要孙一秋实习期不通过 那他也就只能离开公司了 没想到孙一秋在考试中牵走偏风 无科知怎么也没想到孙一秋会通过 本来他是希望阿千亿过来进四组的 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栽培孙一秋了 之后孙一秋努力学习投资领域的知识 中间虽然也有出错的时候 但都被无科知拦了下来 前面的无科知在孙一秋身上看到了自己 曾经的无科知也是像孙一秋一样拼搏 只不过他刚正播的性格影响了发展 无科知决定细心培养孙一秋 外出找客户就让孙一秋跟着学习 无科知觉得孙一秋是个好谣子 但基础的知识已经不够他学习了 然后无科知给孙一秋开小灶 他把这些年距离的经验 全部告诉孙一秋 希望孙一秋能够想要点礼物 这些重要知识 气力超强的孙一秋很快就全部系统了 他也明白了其中的核心关键 孙一秋开始寻找投资项目 没想到这之后有国外客户来金城 他们想考察曲总公司的实力 对方理论上多多必人 让曲总着下不住 一旦失去这个项目 对金城公司没有一点好处 甚至还会被同行所嘲笑 正当在金城公司为难至极 无科知也没办法破开谜局 孙一秋出头力挽狂澜 他把围棋中的战术融入投资理论中 再加上无科知交给他的丰富经验 孙一秋成功打款了客户的嚣张企业 一套孙一秋的投资理念 让众人赞不绝口 不能不说孙一秋总能带来惊喜 而无科知点燃成为了孙一秋的师傅 如果没有无科知的提携 就没有最后功成名就的孙一秋 大家怎么看待这对职场师傅呢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